欢迎您在此观看900新闻 今天是中国当地时间12月2日 有关西安高层火灾一事 在此前的1日 西安当地相关机构通报提到 12月1日13时期 陕西西安魏阳区凤明华府小区 一高层住在楼发生火灾 据小区居民称 火从楼底开始早起 很快蔓延到楼上 有的住户站窗外等待救援 西安消防通报称 13时21分接报警后 要派18车76人赶赴现场处置 清查 该小区6号楼1楼大厅 获到杂物着火 现场浓烟较大 并顺着楼道蔓延至楼上 13时50分 现场明火被扑灭 随后消防队员逐程逐步排查 疏散人员 营救被困人员8人 其中5人抄救无效死亡 另外3人 生命特征平稳 均初步估计 户火面积约25平方米 其火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当地媒体披露的现场画面显示 移动建筑内的窗户 四处有大量的黑烟冒出 另外当地民众提供资讯显示 消防车在进入设施地点的时候 有一辆车挡住了消防车的气路 现场视频显示 有人语音提到消防车来了都不好好停车 人柄关天呀 在相关评论下方有人发文提到 虽然那个车停的不对 乌业也有很大的问题 平时舒服管理 争议到突发情况就急了 出了事才知道指责 平时管理很重要 同时另外一位网友发表评论提到 好惨 被困8人 5人强救 无效死亡 3人获救 你说疫情恰恰把人都带家了 只都逃不了 据悉 这是近期发生的第二次 找大伤亡的火灾事件 在此前的11月24日 乌鲁木齐一高层住宅楼发生火灾 当时新疆的官方通报提到 11月24日 19时49番雪 新疆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及小宴小 且一高层住宅楼发生火灾 导致死死 酒伤 造成如此严重的人员伤亡 当地民众普遍反馈提到 是由于当地相关机构 执行相关严格的封控措施 造成设施建筑无法被及时施救 而相关逃生路径被堵死 并由此引发了截止到现在为止 任未被平息的白职革命行动 有超过100所大学的学生参与 有关凤明华府小区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地址为西安市卫央区增关路269号 凤城山路东段南侧凤园新居对面 属于市图书馆板块 以2012年军工 小区有西安玉兴置业有限公司 投资开发 为70年产全的商品住在房 由小高层和高层组成 建筑类型为板楼塔楼板塔结合 建筑籍划个为干湖 属于市 balm